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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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出去吃飯吃得很沉悶呢 吃來吃去都是那些東西 有沒有想過在家裡的小廚房裏 做出各個不同的美食呢 Hong Kong Home Kitchen 香港小廚房 教你做出各個不同的美食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Hong Kong Home Kitchen 香港小廚房的節目時間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 下日很美味的涼拌 凍食的 就是皮蛋凍豆腐 材料方面有凍豆腐 這個凍豆腐我買了磚 然後開耳 之後再切片 另外一個材料 就是皮蛋 皮蛋一隻 然後買回來就剝殼 洗乾淨 然後鎖一鎖水 然後放在邊 之後我會切片 另外有配菜 配菜有蔥絲 兩三條蔥 切絲 然後有紅辣椒絲 還有芫荽碎 芫荽就隨便你自己放多少 我喜歡放多些 切多些 另外有這個 紅綠的甜椒粒 切粒之後 之後就放在這裡 如果有多的話 就可以留下一次用來做Decoration 下一個餐你們會看到 首先我們會把皮蛋和豆腐切片 我們首先用一個 夾蛋器 夾蛋器用鐵線夾蛋變成片 一夾大概有八片 首先我們就放一隻雞蛋 在這個夾蛋器上面 放到均勻 然後量度一量 之後就可以這樣壓 整隻皮蛋 已經切了八片 很簡單 之後我們就要準備切豆腐 豆腐 我已經開了二 一磚豆腐 之後我們因為有八片的皮蛋 之後我們就要把這個 這個豆腐再開二 之後就每邊再開二 剛剛好有八片 也都切得比較均勻 如果這樣切 如果你好像平時切東西 逐片逐片這樣切 這樣就未必那麼均勻 高度也未必那麼高 待會放出來就不太好 我們現在切好豆腐之後 就可以上碟了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豆腐 因為豆腐比較軟 比較容易爛 我們就把一片豆腐放上碟 之後就放一片的皮蛋上去 均勻地放了八片在碟上面 之後我們就要拿其他配料 其實這個菜很簡單 也很便宜 收到一些聽眾的E-mail 因為我介紹的菜 材料都很貴 在車客市場買的材料都很貴 譬如狀紅花也很貴 或者一些意粉也很貴 今次這個菜就很便宜 醬汁方面 我們也特別用一些台式的汁 有台灣的醬油膏 這個醬油膏比較稠 另外有白糖 白糖也是用兩湯匙 醬油膏有兩湯匙 另外有麻油 麻油有1.5湯匙 然後我們會把黑胡椒碎放進去 你自己喜歡 扭少許 令它帶少許黑胡椒味 更好吃 之後我們就攪勻 說回來 這個菜很便宜 大概10元以下 豆腐大約5-6元 皮蛋大約1多元 芫荽和其他材料 加起來也是2-3元左右 所以比較便宜 我們攪勻醬油膏之後 我們就可以淋上皮蛋上面 我們就平均淋在皮蛋上 你看到這些醬油膏 跟醬油有少許分別 醬油比較稀 醬油比較稀 一淋下去 它就不會黏著皮蛋和豆腐 就會很水 很翼狀 體狀 而醬油膏 你看到它比較稠 所以就會黏在皮蛋上面 吃的時候就不會滴到周圍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其他配菜上去 芫荽 芫荽我自己就喜歡吃比較多些 還有在台灣 這些叫香菜 也會放幾多下 另外我們就可以放這些 紅綠 甜椒粒 一來就好一點 紅色綠色 搭配一下 紅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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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綠綠 是不是很漂亮呢 之後我們就可以做其他製作 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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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剛才有些芫荽剪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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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豬肉絲又比較脆,好吃一點 台灣這些又比較香,我喜歡用台灣這些 因為我始終是做台灣式菜,台灣菜 所以我用台灣的豬肉絲 然後我可以做一個Decoration 擺靚一點,基本上這個台式的皮蛋凍豆腐就完成了 便宜,好吃,夏天就最適合吃 因為凍豆腐皮蛋可以先放進冰箱 然後才拿出來切片 還有很簡單,醬油膏也比較香 而且不會吃到很碎 好了,這次的皮蛋凍豆腐就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集的香港小廚房HK Home Kitchen 就到此為止,下次再見,拜拜 歡迎收聽HK Home Kitchen 香港小廚房,下次再見,拜拜 歡迎收聽HK Home Kitchen